嗨大家好,我是曼神,好久不见 如果我这个星期再不更的话 那我就是三个礼拜没有更新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来干什么呢 就是一个好久以前开始就躺在我的视频简单里 同时你们也说想看 但是我怀疑都这么久过去了 说不定大家已经都不想看了 眼头的不同开发 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开眼头的不同画法 大家知道啊,由于我本人呢眼距比较宽 所以开眼头基本上对我来说是化妆并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我真的很喜欢开眼头 那么如果你对开眼头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 今天这个视频不要错过 开眼头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好像特别的难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我们给它简单的分一下类 主要就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呢就是最普通的只是拉近眼距 并不会非常夸张的去改变你眼头形状的开眼头方式 第二种呢就是那种下钩的比较尖的眼角 这种眼角呢在拉长眼形的同时 可以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妩媚 第三种呢就是我现在眼睛上画的这种 也是我上一个妆教视频里面出现的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变圆变钝变可爱的那种开眼头方式 首先第一种啊就是你真的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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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残 那你就不要去奢望什么高级的操作了 我们来最简单的 拿一个这种扁头的眉刷 就是一定要够扁 然后最好是平的 如果你的刷子太厚太大呢 它上场你看就会这样子面积过大 然后就脏脏的 然后蘸一个深棕色 也不一定是棕色啦 反正就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就可以 然后拉近 先把颜色放在这里 然后拿个小眼签稍微晕染一下 这种就是最最最最最简单的用眼影来开眼头 好处呢就是简单 坏处呢就是它可能不太持久 因为它毕竟是个粉状 所以呢我平时一般还是习惯用这个眼线胶笔 然后我发现呢在开眼头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妆看起来太烟熏 就是整个妆感太重的话 用这种红色的 我就直接在这个基础上画了 我不猜掉了 下面一条呢还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横着平平的画 把这个眼头稍微往前开一点 看到吗 就是这样往前画 但是因为我是有一点点内子的 所以你看这样子扒开 它中间是有一点断的 但是这个时候无所谓 我们先不要管它 我们先把它这样往上包 就跟你原本这个眼睛睁开之后 这个眼角的弧度平行 这样子的话它不会太奇怪 然后呢还是因为那只包眼角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睁眼看 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闭上眼睛或者是往下看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中间它是空的啊 一条线它就整个悬空 就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小三角填上 就不要让它悬空啊 明白吗 然后 我知道现在肯定已经晚了 我每次一边讲一边话都是这样 都会晚 就是你要在它干掉之前 把它稍微运染一下 这样它就不会是那种很死的线条 但是现在看今天晕不开的 whatever 反正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 你这样把眼头扒开 你看到有这个空缺了嘛 你就把这个空缺给它填上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没有必要整个填到眼尖里面去 那样子的话 你的眼睛会不舒服 对视力对眼睛也不好 只要填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侧一点头 中间不会有奇怪的断开 或者是空白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不会对你眼睛形状做出 太大改变的看眼头的方式 然后这边呢 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我之前那一个画旗袍 那个妆容 那个眼头有什么讲究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这个眼头 基本上是平着往前画的 所以它的高度呢 跟我眼睛最低的位置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眼睛 变得更妩媚 就是要有那种下钩的感觉 所以呢 眼头就是整个下眼睛 最低的地方 就是你看眼头 就是整个从下往上走 大家明白吗 这样子的话 我就喜欢先定眼头的位置 大概定一个位置 然后从下往上画 这样一笔跟你的上眼皮连起来 然后从这个点开始发散 感到好抽象呀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那其实跟左边那个最基础的画法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稍微改变一点点 那么这边这个眼角的高度 就比这边要低 然后嫌弃下眼剪的时候呢 也是从下往上走 大家感觉到了吗 就是两边这个 感觉很不一样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种拉长眼型 并且让你的眼睛 看起来比较妩媚的 看起来就笑嘻嘻的 那种眼头的开发 然后是第三种 就是抬高眼头 并且让眼睛看起来变圆 然后更加可爱的一种 看眼头的方法 先把这边擦掉 哦 擦掉了 这个眼睛瞬间变得寡淡 有没有 我们本来眼头在这里是不是 所以要把它稍微抬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点就行了 然后这种画法呢 我习惯是先衔接下眼剪 从上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看到吗 从上往下走 拿错了 拿着沾了泄妆水的面前 然后这边往上包的时候呢 也是尽量给它包圆一点 大家感觉到没有 就本来这个眼头是这样走的 然后现在是把它拉下来了 这个如果你想要效果好一点呢 其实最好是要配合一点眼睛下质 我稍微再加一点眼睛下质 就是你眼睛下质这样包过来的这个 我又拿着泄妆水 你眼睛下质这样包过来的这个延长线啊 跟你这个眼头能接上的话 它看起来就是比较自然 感受一下两边这个眼头的区别 那么我把这边也去改一改 但是有一个误局啊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点搞不清楚的 就是让你眼睛变圆的看眼头方式呢 它不一定会让你的眼头变圆 你们应该能感觉到我这边这个眼头 其实还是画之前眼头啊 不是眼头会更圆 但是呢 只要你让这个眼角的这个角度变大 你的眼睛 你整个眼睛会看起来变圆 再给大家一个小tips 就是当你觉得你眼妆哪里毁掉了的时候 比如说眼头看来太重了 画太毁了 一个最简单的补救方法 不是说把你画毁的那个部分去来来回回改 因为你改可能改不好 就把你其他的眼妆 其他部分也给毁掉了 就比如说 你擦眼头的时候 把那个底妆啊 卧材什么都给擦掉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搞睫毛 因为睫毛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黑色的 但这个黑色重色一压 如果你的睫毛搞得很漂亮的话 那么你眼妆其他部分的容错率 就会大大的提高 哪怕别的地方它不好看 别人的注意力只会在你的睫毛上 其他地方不重要 涂一个新买的唇药 这个是我之前逛街买的NARS的这个Gypsy 好像是一个老网红的色号了 但是我第一次看见 而且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嘴 那我来看看 还是太红了点 如果它能 饱和度再低一点 再灰一点就是我的菜 它全部涂满之后 有点香 玫瑰豆沙色 好好看哦 OK那么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 如果学会的话就在当幕上扣个1 让我知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